癌症长年来畏惧国人死因之手 不少人闻癌色变 而目前全世界抗癌方式不外乎以手术、化疗、放射线治疗为主 但治疗期间时常让病人痛不余生 台北市市立联合医院神经外科医师刘金亮的母亲也曾离癌 但因不忍老母亲饱受化疗之苦 刘金亮因此研发出一套不需手术的三合医疗法 我母亲本来就是一个癌症的病人 她也是经过我自己本身的手术 做了很多次的手术 之后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讲 她说我们家都是医生 为什么当医生的家庭都让自己的母亲这么受苦 就是一直要在做化疗、在做手术 重复的在做 她说有没有方式说叫病人不要这么痛苦 所以有一天就突然就点醒我了 后来我想说 为什么不试试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才发展慢慢的发展出来所谓的三合医 这个三合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等于不要去手术 不要去做任何的事 也就是说用自然的疗法 强调顺其自然的三合医疗法 其实是刘静亮一循 要吃、要饭、要睡、就是喝秒郎 这句台湾话所发想而成 刘静亮表示 首先吃得好自然能帮助病患 促进身体循环及增加体力 而吃了之后就必定进行排解动作 避免让毒素囤积体内增生癌细胞 最后如果能睡得安稳 人体免疫力自然能大幅提升 第二疗程 刘静亮会要求病人住院两个礼拜 期间以各个病患的症状对症下药 以施打点滴的方式 诸如氨基酸、银性、维他命等营养素 来增强其免疫机能 刘静亮强调 肿瘤的形成与否 取决于内在免疫与外在环境而定 而自身的免疫才是抗癌成功的关键 当我收治一个癌症的病人的时候 我会请他住院 住院两个礼拜 这个两个礼拜的当中 我是要给他打点滴的 这个打点滴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增强他的免疫力 也就是比如讲像氨基酸 或者是我们脑部的肿瘤 我们就会给他一些 所谓的银性 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还有维他命各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补充的 点滴的疗法 这个是所谓 就是增强他的免疫力 最后一个疗程 也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 柳氏神经阻断术 身为神经外科翘楚的柳金亮 用自身专长读创出的疗程 其中包含整神经阻断术 局部末效神经阻断术 及局部肌膜炎注射法 运用这些治疗 能修复所有被癌肿瘤所破坏的功能 这个神经阻断术 我是从小腿的肌肉那边去打针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神经阻断术 是帮助他的心脏能够活化 然后呢 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 他的血压一直是非常非常低 当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神经阻断术以后 他的血压慢慢慢慢就已经开始稳定了 已经慢慢他的那个 我们叫做Dopamine那些 生压速都已经慢慢在减少 这个就是他的效果出来 刘金亮所提倡的三合一疗法 不仅成功治愈母亲的疾病 研发两年多来 也拯救了多未命在旦夕的癌末病患 这样一个不入侵人体 顺应自然的疗程 对癌末患者及家属而言 可说是一道重新看见希望的曙光 让刘金亮医师也被外界誉为滑驼在世 记者黄俊怀、谢梦荣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